好大家好,现在是凌晨四点 听说凌晨与拉面更配哦 真的是懒得出门了 开一包最近被成功案例自嗨锅新车的日式拉面 原来是自嗨锅新车的品牌画面 听说五分钟就可以轻松吃到正宗的日式拉面 给你们看看这个包装 上面是传统的服饰会风格 还有简单的文化介绍哦 上面的这个Hitoli拉面说的就是一个人的拉面 大冬天吃上这么一份拉面 别提有多幸福了 我今天选的是这个摄魂辣味拉面 听闻是传统的赤红蜜传汁汤 辣而不燥香而不腻 冷水下面饼再等费城煮上五分钟就好了 把这面煮上五分钟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给我点个小星星哦 煮面的时候调一下汤底 把这蜜汁高汤给倒里头 然后倒入60度的热水 倒入热水之后给它们搅和搅和 汤底是调好的 看着颜色注意到这个拉面一定很好吃 把煮好的拉面放到这个汤底里头 再把其余的这些配料给放进去 已经摆完盘了 是不是那味瞬间就出来 我已经等不及了 后面水都流出来了 我们吃面清河汤 来一口这汤头 这个汤底跟日本拉面店那种高汤味道是一样的哦 这汤头又辣又香 太好喝了 然后这边还有两大块大叉的时候 一口下去别提有多满足了 嗯 这人是爱的爱的 接下来尝一下这个拉面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这个拉面的口感特别的Q弹 跟普通的泡面简直天差地别啊 这碗拉面真是太好吃了 不光料满满的 而且这个汤底足够的辣 哇太香了 我要先专心的去提丢面了 这一碗拉面最大的尊重就是把汤都喝的干干净净 而且这个滋海锅的拉面真的是拉的太爽了 在日本吃这么一份拉面起码要70多块钱 现在仅仅单单就能在家品尝到正宗的日式拉面 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吃饱饱之后准备继续去玩游戏当肥宅去了 现在也快点 拜拜 好了好啊 一觉醒来外面就白雪茫茫的还在下雪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所以我准备做一个最近特别火的火锅底料煮饭 我做东西一般都喜欢加点料 再加一点丸子进去 各种各样的丸子 还准备了一些肥牛 这么加进去是不是感觉这个份 我应该加点水了呀 因为我怕煮不开 所以我打算往里头再加一点水进去 把这满满一锅给它收进去 希望它能变得好吃 锁上 然后煮饭 哇哇哇 真好了 现在整个屋子都是它的香味 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哇 端出来之后给它搅拌搅拌 搅拌之后感觉太有食欲 我现在口水都流出来了 哇真的流出来了 我来替你们尝尝好不好吃 只要一个这个丸子 好吧 我承认我不应该加那么多水 感觉这个有点淡了 也可能是我火锅底料放的比较少 再配上这个撒牛牛 真的是爱了爱了 小小的龙虾丸 怎么吃 简直太爽了 简单又好做呀 我希望你们能赶紧去尝试一下 毕竟这是火锅饭吧 不加点火锅调料 怎么能行呢 加了点丸子之后 再加点火锅调料进去 我已经要等不及了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这时候再配一个快乐水 干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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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饭得用盆 都吃完了 收拾完之后又准备了 这算下午茶吗 我感觉这个电饭包做饭挺有趣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现在准备看进去了 今天还是快点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